我們來這邊跟老師介紹一下 OneNote在新版本的部分有哪些不一樣 那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教的所謂精手學習 那像您剛剛所看到的 它那個顏色會不一樣 顏色會不一樣 那所以 您可以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樣單純講比較不知道 所以我們直接看畫面 你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像您這樣進來 同學到底花了多久的時間 去看這個教材 然後呢 有沒有學習完 然後作業有沒有教 這邊會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那再來呢 第二個 您進來之後呢 他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他自己本身在學習的時候 也可以知道說 他這個教材 到底目前看到的一個情形是如何 像你現在有看打勾的 有沒有 打勾的啦 這個都是 表示他已經完成的 那有這個時間進行式的 表示他還在看 還沒看完的 當然他看教材 不見得要從第一個 第二個照註據 他可以跳著看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塗鴉筆記 有沒有 塗鴉筆記回來 所以您可以比較方便的去找到 就是做那個測驗 那現在呢 在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單元 也就是您在建教材的時候 除了單純的就是依照他看時間的完成度以外 其實他現在新版本也改成一個就是由老師來確定到底有沒有完成 等於說電腦反正發呆十分鐘跟看十分鐘也是十分鐘嘛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都完成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得確認一下 如果說老師這個課程是比較重要的 您可以由您自己來決定 他到底是不是完成了 或者說由電腦自行計算 那我們再看每個使用者的那個教材瀏覽的時間 直接這樣也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他有沒有完成 那這個是這個部分 那麼老師呢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針對每一個我們講的就是任務 每個任務給他做分數或評語 等於說他在上面是有所謂的這個成績部的部分 所以你看我們在左手邊這裡有個成績部 成績部那你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針對每個同學的成績 把他評分完 那麼最後你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下載成這個CSV的 方便就是您會到學校系統 或者您的Excel裡面去做整理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這個 可能老師平常要做測驗的時候 對不對 OneNote以前比較缺的就是比較完整的測驗 他都是比較一體一體式的測驗 那現在新版本的話呢 不管你是哪一種 只要能夠放到雲端硬碟就好 就是Google的雲端硬碟上 包括您是文件也好 Excel也好 簡報也好 PDF甚至是圖檔都沒有關係 因為呢他可以直接就幫 您就給他適當的提示跟答案 那這樣子呢就可以完成了 比如說您看這裡有一份 像這樣子的一個文件 那你可以放在我們的雲端硬碟上 老師都有那個G沒有帳號對不對 我要問一下王老師 我們學校有那個Google代管器槍的嘛 對 老師知道那個代管器槍容量多大嗎 20元 對對對老師要求是對的 因為沒有 對沒有空間大小 對阿 沒有空間容量大小就無上限了 所以老師不用很可惜呢 因為呢 像我上課教材也好 就是那個影片我都放三個地方 一個是YouTube一個是學校睡眠一個是雲端硬碟 所以我在雲端硬碟上的話 我就會放比較多東西 您可以看一下我在這邊 我沒有用多少只用176G而已 平常老師在看這個的話都是剩多少嘛 對就差在這樣而已 他不會跟你講剩多少 而且呢 他有一個好處 你如果刪除 檔案刪除會放到垃圾桶對不對 他不會幫你清掉 因為如果你是有空間限制的 一段時間他就要清理清掉 但是我們學校版本的 這個你算丟掉 只要你垃圾桶沒丟掉 隨時可以支援回收 所以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樣您了解 所以我都沒有很客氣 我都把教材放上去 所以真的老師要放這些東西就相對簡單 那比如說您放進來了 那您再來呢 就可以怎麼樣 像這個樣子 他的使用方式是這樣 就是你把題號 前面第一個是題號 第二個就是你的正確答案 逗點隔開 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然後呢 你的選項是ABC的 還是1234的 還是加以秉丁的 你有幾個選項 沒有關係 反正一行一個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實際測驗的時候 就會像這樣子 這先預覽一下 那實際測驗的時候 就會題目出現在這裡 下面 然後你要回答的在右手邊 這邊有點像我們現在很多時候考試不是用那個 那個2B的那個叫什麼電腦閱卷的那種方式去圖 有沒有 他就從這邊去點 好那如果點完了 他這裡有個提交 就直接按了就送出去 就知道說他的測驗的一個情形 這樣大概了解了 那麼另外其實現在新版本也針對什麼 行動學習 因為不是所有老師的課程都在這種電腦教室對不對 但是呢 也許老師的那個一般教室 可能現在也許您可以接到比如說平板 或者是有的Notebook都可以 等於說他在 當然還是我覺得還是畫面比較大一點會比較OK啦 畢竟如果您用手機的話 我是覺得真的小了一點 除非您的測驗體是很單純的 或者是教材很單純 不然的話可以像這樣 就是在一般教室也可以直接看 不用裝APP 我覺得用APP各有好處 但是也有缺點 因為用APP你就要做什麼登錄啊 幹嘛的比較麻煩 但是網頁就很單純 就看了 那麼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他這邊就有這個所謂行動學習的頁面 他在看這些教材的時候就相對比較容易 那麼最後一個他目前是還沒有完成 就是既然雲端一點那麼大對不對 也可以交作業嘛 目前他是沒有完成啦 不過其實Google Classroom是有啦 他有交作業的一個功能 就是在我們這邊 有一個叫Google Classroom 如果您用的是學校的那個 您看一下點開 有沒有這個Google Classroom 這個其實如果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同學的部分有沒有開帳號 因為有些學校是同學沒開帳號 只有開給老師 如果有的話 其實他們就可以直接利用Google Classroom 直接來交作業或公告這樣子 只是目前他的功能比玩弄比起來差很多啦 所以可能還不是那麼成熟 主要是以交作業為主 所以這個我們就先不介紹 各位老師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目前主要的一個就是 玩弄新版本的一個這個 經濟功能部分 老師對於這個部分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還好吧 等一下我們就真的來實作看看 因為只有您做了才會怎樣 才會更加知道說 這個差別在哪裡 好不好